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信达告诫谢娜 作为 公众人物不要胡乱减肥 不要以病态为美 不要误导青少年粉丝 值得一提的是 刘信达似乎喜欢对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 前两天他还因为一则热搜对杜海涛提出了批评 杜海涛盯着无心的肚子必须痛批 看到无心患头像被杜海涛问怀孕了 妈 刘信达要痛批杜海涛 管好自己老婆的肚子 不要盯着无心的肚子 了解刘信达的网友都知道 他和他的亲哥哥宋祖德是娱乐圈的特殊存在 他们俩经常抨击娱乐明星 但这些明星基本没人和他俩硬刚 这也说明宋祖德刘信达手里可能掌握了一些艺人的把柄 此前 自从大约半个月前江西那件事结束后 宋祖德的某社交账号就被禁言 知道今天禁言也没有解除 而刘信达一直在用自己的号发布宋祖德的视频和消息 有些人可能觉得他俩喜欢蹭热度 有些人觉得他们是真英雄 您怎么看待这对兄弟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